从世界杯结束后,世界主团风波不断 希罗远走阿拉伯,成为沙特球王 本泽马和坎德纷纷加入他的行列 事实一次的伊布正式对异 而梅西则是在不久前投下震撼弹 加入美泽连的迈阿密国际 一个时代宣告结束 也意味着新的时代将要崛起 他只用了一个赛季,就打破了英超的历史记录 在欧冠16强单场打进5球 而且非常有机会竞争年度三冠王 他迅速,强壮,冲起来无法阻挡 还有着顶尖的射门能力 就像魔人仆雾一样,把每一个对手生吞活泼 他是新时代足坛的领军人物 英超曼城的哈兰德 就让我们聊聊他的故事 哈兰德在2000年,出生在英国的里兹 但因为爸妈都是挪威人 所以在三岁的时候回到挪威居住 所以说他其实是有为英格兰出战的资格 但选择了他生活和长大的挪威 虽然这两国的战力是天差地远 英格兰一直都是世界杯敬旅 而挪威自1998年后 就没有再提进世界杯 但哈兰德对他的决定并不后悔 他表示这是个自然的选择 也因为自己是挪威人而感到自豪 哈兰德的爸爸是一名职业足球员 而妈妈则是田径选手 老哈兰德在场上狮子后卫 曾经效力过英超的诺丁汉森林 李自连和曼城 所以哈兰德从小就是李自连的球迷 希望可以帮李自连赢得冠军 在效力于李自连的期间 老哈兰德曾经和曼联队长 罗伊基恩起过冲突 当时基恩在比赛时任怠受伤 但老哈兰德却向裁判抱怨 他是在假摔 这件事情基恩一直记恨在心 并在三年后的一场比赛 用一个恶意的飞产 大力重伤了哈兰德 而老哈兰德的生涯 也就此走上西亚坡路 过了不久就离开了球场 但老爸在球场上飞驰着身影 还有足球场那种激情的氛围 都已经深深感染了哈兰德 让他立志要成为一名足球选手 继承了父母优良的基因 哈兰德从小就是个运动健将 在足球、手球和田径上 都有不错的表现 甚至在五岁的时候 就可以立定跳远1.63米 创下同年龄成的世界纪录 作为挪威名将的儿子 他从小就受到很多关注 但爸爸没有给哈兰德太多压力 只是远远地看着他练球 并适当地给一些建议 但相比起踢后卫的老爸 哈兰德更喜欢前锋的位置 更喜欢射门得分的快感 所以他非常崇拜伊布和西罗 学习他们的射门技巧 还有自力的训练和生活习惯 这让他从小就比同龄人表现出色 一直越起参加高年纪的比赛 也因为和比他更高更大的对手竞争 练出了细腻的盘带技巧 虽然比起姆巴佩这样 16岁就登上发甲 哈兰德效力的布莱尼 只是个二级联赛俱乐部 但在持续的进步下 他很快得到了教练的肯定 在15岁那年 迎来职业生涯的初登板 虽然出赛16场 没有留下进球的记录 但这个年纪 能在成人联赛生存 就已经吸引了球探的注意 于是挪超的强队莫尔德 向他发来邀请 把这名16岁的青年 带到了挪威超级联赛 来到挪超的哈兰德 迎来了他的生长期 身高迅速地抽高 食量也大幅增加 在一年内就长了12公分 所以被队友们叫做The Man Child 夸张的饭量 甚至被球队厨师表示 他吃得就像一只马一样 每次都要求打包一点回家吃 但因为长得太快 身体跟不上 所以那时候的哈兰德 是高高瘦瘦的 不只对抗性不够 还很容易受伤 所以第一个赛季 他几乎没有上场 而是在体能训练师的帮助下 进行严格的重训和饮食计划 这才让他的身体跟上成长 变成又高又壮的样子 当时摩尔德的教练 是挪威的传奇前锋索尔斯克亚 他因为出色的进球把握度 在慢连效力期间 被叫做娃娃脸杀手 后来也担任过慢连的总教练 在他的指导下 哈兰德也更精进了色门技术 很快登上了挪超的赛场 2018赛季 他出赛25场打进12球 在面对挪超第一的白蓝恩时 只用了21分钟就打进4球 在场上冲刺 过人 射门 什么挡都挡不住 还自信地比出4的手势 强大的球门冲击力 也让教练把他拿来 和鲁卡古相提评论 赛季结束 他获选最佳年轻球员 成为队内的神射手 也在欧战赛场 留下了进球的记录 这名年轻的星星 很快吸引了各大俱乐部的注意 包括李自连 曼联和尤文 都想要签下哈兰德 但对于上升级的哈兰德来说 他需要的是第一队的位置 于是在经过协商后 他选择加入奥地利的萨尔兹堡红牛 这支球队虽然不在五大联赛 但却是以培养年轻选手文明 而且也锁定了欧冠的资格 是最适合他发展的球队 于是哈兰德离开挪威 来到了奥地利超级联赛 刚加入萨尔兹堡的哈兰德 并没有很多机会 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板站上度过 他表示虽然进球让自己快乐 但看到姆巴佩已经在发甲疯狂得分 则让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 在经过一个不怎么样的赛季后 他代表挪威来到了U20的世界杯 作为一支足坛落旅 挪威早早就失去了晋级资格 哈兰德也是颗粒无收 于是在小组赛最后一场 面对同样无法晋级的宏图拉斯 哈兰德彻底爆发了 他从比赛一开始就火力全开 疯狂的射门 疯狂的进球 7分钟 20分钟 36分钟 一直到90分钟比赛结束 他一共射进了9颗球 带领球队以12比0写起对手 使用了一场比赛 就拿下了大赛金学奖 并创下U20世界杯的历史记录 虽然是在没有尽其压力的情况下 踢弱队 但单场9球这样夸张的表现 还是让全世界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带着这样的气势 哈兰德回到奥地利 马上成为了主力球员 出赛22场 打进28球 带领球队拿下奥超冠军 奥地利杯冠军 被选为赛季最佳球员 还多次上演了帽子吸法 每完成一次帽子吸法 他就把一颗球带回家抱着碎 结果到赛季结束时 床上已经堆了5颗球 同年他也第一次 踏上欧冠舞台 面对比利时的亨克 历史悠久的易甲拿破利 还有英超豪门利物浦 他第一场比赛 就完成帽子吸法 连续5场都有进球表现 完全不像是菜鸟的发挥 也马上吸引了各大豪门的关注 虽然红牛没有进入淘汰赛 但在新一轮的争夺战中 是德甲的多特蒙德 牵下了哈兰德 这支传统强队 在德甲仅次于拜仁 同样是个有名的球星工厂 而且欧冠赛事成功晋级 于是哈兰德再度升班 正式踏上了5大联赛 从挪超到奥地利再到德甲 一路升班的哈兰德 没有遇到太多阻碍 而是不停在突破自我 同样是在德甲的第一场比赛 他就替补上场 又完成了帽子戏法 开季三场比赛踢进7球 完全没有不适应的情况 回到欧冠16强赛 两名星星终于正面交手 多特蒙德的哈兰德 对上大巴黎的姆巴佩 哈兰德第一站打进两球带队取胜 但第二站却被巴黎逆转淘汰 也为这个新世代的对决拉开序幕 为了追上对手的脚步 哈兰德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训练上 他的队友曾经说过 哈兰德的生活就像苦行生一样 总是第一个到球场 休假时也会自主训练 队友们在打牌的时候 他却在研究饮食和睡眠 可能是因为太认真练球了 所以被采访的时候 总是不善言辞 但要说到人品和情商 他却在很多时候 都表现了大将之风 在离开多特的时候 他送了所有同事劳力士手表 当巴黎的球员做出冥想动作嘲讽他 他却表示很高兴让更多人知道冥想 而会做这个招牌的庆祝动作 也是因为哈兰德经常打坐冥想 让自己保持冷静 做到心如磁碎 因为长相的关系 他经常被人叫做魔人普污 而如果看过哈兰德的哥哥姐姐 就会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把颜值的点数 全部点到足球上了 同样是金塔碧眼大长队 怎么就你看起来像个卡通人物 难道说未来的世界足坛 真的要成为忍者龟 和魔人普污的天下吗 话是这么说啊 但场上的哈兰德 还真的就像普污一样 高大强壮 还有速度和爆发力 可以像坦克一样碾压对手 完成射门 他有着绝佳的门前嗅觉 是近区念的得分机器 搭配上一流的跑位能力 让他总是能在队的时间 出现在队的地点 轻松地把球打进 同时强壮的小腿 也让他拥有不错的原生能力 但更可怕的是 哈兰德是持续在进步的 他不停在改善比赛时的弱点 加强投球等不擅长的技术 让他不管到了哪个层级 都能像魔人一样毁灭一切 在德甲的第二个赛季 他出赛28场打成27球 在金薛奖排名第三 欧冠小组在四场打进六球 16强赛对赛维利亚两场四球 到8强赛才败给了阴操霸主曼城 不过10球的进球记录 也让他年仅20岁 就拿下了欧冠城射手 这时的哈兰德 已经成为最自首可热的行星 虽然存在伤病隐患 因为受伤缺席了不少比赛 但各大的欧陆豪门 都对他表达了强烈的兴趣 而其中最有优势的就是曼城队 他不只是老哈兰德效力过的球队 这几年在英超横扫联赛冠军 还拥有竹团最好的教练 瓜迪奥拉 他们相信 在曼城强大的战力眼户下 哈兰德可以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减少受伤的风险 于是在2022年5月 哈兰德以6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曼城 正式踏上英超的舞台 再强悍的选手都会被人质疑 尤其是在你还没证明自己之前 哈兰德能不能适应英超的对抗 曼城的传控体系 是不是不适合哈兰德 这些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停下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 哈兰德是非常有机会 打破英超的进球记录的 只是没想到 他一个赛季就做到了 曼城或许不是最适合他的体系 但得不老内 绝对是他最好的搭档 这名比利时中场大脚一船 每次都能精准地找到哈兰德 两人的配合在英超进球无数 很快就创造了各种记录 生涯第一场英超没开二度 再过不久来个帽子戏法 而且是连续两次帽子戏法 仅仅用了10球场比赛 他就射进了25球 超越了去年的英超记录 而在欧冠的赛场上 他的表现一样疯狂 小组赛事4场打进5球 16场赛面对红牛来比戏 单场狂轰5球 带队携起对手 投球破门 大力远射 倒挂金钩 进攻端的哈兰德 可谓无所不能 虽然在针对性的防守下 有时候的确会出现 接不到球的情况 但这却练出了 他的接应和传球能力 让这名全能战士变得更全能 去年的世界杯 挪威无援参赛 在大部分队友都为国出战的时候 哈兰德只能自己留在英超训练 虽然没能踏上世界杯的舞台 但也更好的维持状态 在英超赛场上火力全开 一直到赛季结束 哈兰德在英超出赛35场 踢进36球 只用了一个赛季 就打破了英超的历史记录 以大幅领先的姿态 拿下了英超清雪奖 和英超最佳球员 曼城在赛季末强势追赶 最后反超榜首阿森纳 拿下了英超冠军 同时在组准杯2比1战胜曼联 收下了另一个大赛冠军 而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接下来的欧冠决赛 从16强赛击败莱比锡 他们一路先翻拜仁和黄马 和国际米兰会失冠军赛 当然这也是哈兰德 第一次的欧冠决赛 年仅22岁 他已经用12球的成绩 再次领先欧冠射手榜 而如果能拿下冠军 成为三冠王 对他在金球奖的评选上 一定是大大的加分 五大联赛再无梅罗 但新时代的强者正在崛起 他能不能成为新一代的球王 能不能带领挪威 杀进世界杯 引领这个崭新的足球之代 就让我们一起见证 这名北欧魔人的 王者之路